刚才有同学提醒我PS5固件又更新了 但是我这还没有提示 咱们手动看一下 进设置系统 系统软件后面的系统软件更新和设定 有可使用的更新 咱们看一下从互联网更新 版本是24.0409400儿童账号 儿童账号跟咱们貌似没啥关系 第二个您现在可以直接从PS5上发起 语言聊天跟咱们也没啥太大关系 第三我们已经更新了这个新耳机 无线入耳式耳机和这个Link USB设备软件 就是耳机的驱动更新了 增加了稳定性 有一些问题解决了 下一个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改进了系统软件性能和稳定性 我们改进了某些屏幕上消息和可用性 那就是兼容性更好了 一个小版本更新 无所谓 更他 我这是国行的PS5老板的 相当于第二批的型号 备份的港服 每次更新我都会做视频 来帮大家验证一下 直接更新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没什么问题 我先把话放着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3号 现在是晚上7点20 还有的同学担心更新 固件之后是不是需要重新备份 是不需要重新备份的 我已经更新过这么多年了 还有人担心更新软件之后 会不会影响质保也不会影响的 或者说存档会不会丢失 这些都不存在的 PS5系统固件的更新 就跟我们手机更新系统是一毛一样的 好更新完毕了 然后到港服看一下 能进港服 再进游戏看一下 没问题 可以玩 大家放心大胆的升吧 其实像这种小更新 你不更新 它也不影响你游玩 只有一些特别大的更新 你不更新 它不让你联网 不让你这个那个的 一般小更新 可更可不更 但是我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先更新